美国向伊朗打响了第一枪,同样其针对伊朗的坚强后盾,俄罗斯也打响了第一枪。 美联社8月11日报道,美国务院表示8月8日,俄罗斯在英国双面间谍事件中显然是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, 为党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法,为此美国将停止向俄出口一切,涉及国家安全的商品和技术。 如果俄罗斯不停止对他国使用换武的举动,更加严厉的制裁还在后面。 虽然都知道美国就是重齐,是因为俄罗斯拒绝答应美国配合制裁伊朗的决定。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透露,美国官方透露,如果俄罗斯不能在三个月后,履行美国要求, 以此制裁将包括降低外交关系,停飞美俄航线,停止几乎全部对俄出口等。 毫无因为这是针对俄罗斯的最强硬打击。 三个月后也就是11月,时间将会再次定格。 11月,俄罗斯显然不会虚伏,美国将会向俄罗斯发出最强硬打击。 同样11月也是美国全面禁止购买伊朗石油的最后期限, 也是美国开始让伊朗石油一滴,也卖不出去的时间。 当然11月也是美国与东方大国5000亿美元商品全部归零的大概时间。 从当前局势看,届时美俄之间,美国与东方大国之间, 还有伊朗与外界之间的交易,可能完全清零, 中俄从伊朗进口石油油,可能被战争阻断。 毫无疑问11月是个非常敏感的月份, 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日期。 11月4日,是美国中选址的计较时刻, 那绝对是一个敏感时刻。 近段时间中东局势复杂,伊朗石油危机, 委内瑞拉石油危机,最终受害的都是东方大国。 美国控制世界世界石油定价权, 并利用石油要协全世界最终受害的也由东方大国。 毫无疑问美国的招数勾狠的, 也是目的很明确。 但是,面对这种情况, 只能想出更好的招数去应对。 绝对不能按照部分牧羊权说的那样, 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。 说白了就是投降, 认输和主动趴下。 因为主动趴下, 美国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同情, 而是直接从你的身子上踩过去, 再也不给你站起来的机会。 不要听些牧羊权宣扬的所谓的西方绅士精神, 那都是骗人的, 他们不会同情弱者, 只会畏惧举真理见者。 美国来的智库专家汉塞尔直言不讳地指出, 百年来, 真相和正义一直在哭诉, 弱小就是最正, 其实在美国的眼里, 汉塞尔的言论就是真理, 其只相信大炮不相信所谓的真理, 所谓的国际规则。 当年英国舰船里炮入前时, 叶宁称的那句反抗没有错, 但弱小就是错呀, 到如今依然是治理名言, 伊拉克、利比亚、叙利亚、 阿富汗的没有错, 但是弱小就是错, 弱小就是西方打击的理由。 因为雷若, 强权就会死一横行, 功力就会无处伸张, 没有自强, 才能让强权巨大, 才能让功力伸张。 我们身处的世界, 从来没有真正的和平, 弱肉强食的世界, 根本不容脆弱的善良维护和平, 愿世界和平, 不如自己强大起来保卫自己, 弱小就是罪证, 屈服就是灭亡。 没错, 真理永远就在炮弹射程之内, 事实上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国际法。 国际法庭, 一切还是靠实力说话, 从古到今并没有区别, 西方主导世界以来, 这些事情从未改变, 区别就是随着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, 蛮夷们越来越撕下面疲了, 被他们伪装起来的那一套蒙蔽的人, 也会越来越少, 西方的历史基本从来没有和平过, 现在很多人还去信仰西方文化, 重阳内外, 实在可悲, 面对强敌, 战职人们绝对不能趴下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看订阅本频道,